好了,我們可以開始講講這個電影 梅艷芳,這個星期上映了,正式上映了 現在開始有賣票 但是我之前一直在坊間那裏看很多 因為之前已經有很多優先場 我在坊間那裏都不斷看到有些人看完優先場之後就分享 包括影評人 譬如我這輪經常會接觸到的那個月巴士,你們有沒有聽過? 聽過?有 其實他之前,林海峰請假,他就去頂林海峰 到之後盧密雪請假,他也有份頂盧密雪 我其實很喜歡看他的評論電影 嗯 他評論電影是很好看的 但是 我一直看梅艷芳這部電影的宣傳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他令我覺得 我才令我第一件不舒服的事情是什麼呢? 他的宣傳 一來他告訴我 這次這部電影 厲害啊 我們用電腦特記 重現了當年的利母台 嗯 我們用電腦特記重現了當年的彌敦道 預畫百貨那裡 預畫百貨那條街 那個十字路口 還有尖沙咀燈色 嗯 他說他用電腦重現了 因為我覺得 我就是令我很 很覺得 做什麼呢 有沒有很值得驕傲 我想 這件事 嗯 其實你看很多電影 那些七八十年代 是呀 是呀 二三十年代也重現過 是呀 如果你說七十年代 如果是這樣 無線的古裝街 不就應該很厲害 是呀 如果你說是這些年代 之前吳君如做那套叫什麼 歲月神偷 是啊 那些那些應該很厲害 不是呀 不應該是這樣 你 電腦呈現到的那樣東西 那就是好了 正當我出現這個疑惑的時候 我就是看到 我就是聽到 收音機 就是月巴士分享這件事 他跟谷德超那個也有同一個說法的 就是說 其實 如果要拍這套戲來講 電影公司其實他不需要做這件事 嗯 因為譬如有一場戲 他說 梅艷芳和張國榮 就是在尖沙咀海旁那裡聊天 嗯 他就用特技重現當年的尖沙咀的燈飾 嗯 他就說電影公司其實他沒有必要這樣做 他的電影公司就很有誠意了 根據他的說法 電影公司就很有誠意了 他就用特技重現那樣東西 他就帶到一份情懷 還是什麼東西 那我就奇怪了 梅艷芳這套電影什麼時候 無緣無故跑去推銷情懷呢 情懷電影 對呀 推銷集體回憶 還有你說的這個集體回憶 又不是離我們很遠而已 我們是80年代而已 20多年 30年 對呀 30年 譬如我們40歲 我們40多 20歲的時候 對呀 我想我們還沒去到要懷面 30年前的風景 還沒去到這麼誇張 我怎麼看的畫面 不是說你做得不漂亮 但又真是 但又未免實在真的太電腦了 那件事 嗯 因為很刻意的 那些鏡頭 你拍電腦就已經不漂亮了 而是那個很刻意 我知道你用電腦做了李舞台 但你不需要特意高炒一個李舞台 然後飛到鏡頭去門口 我覺得這就太刻意了 譬如你看 你看外國 你不要說電影了 電視劇他們也會 他們重現一些古舊的建築物 很輕的 他們放在旁邊而已 是 他們不會故意的 因為我做了那個李舞台 讓我給他一個特寫 然後一個直升機鏡 然後才飛飛 一定是假的 而且人家覺得 就算是重現那個 可能你是二戰也好 一戰也好 那些場面 人家不是當一個賣點 是 他為什麼要這樣強行去 計劃一個 可能是 燈飾 李舞台 因為他當作這個賣點 是 初初你說OK啦 如果你當這個賣點 因為我又看到坊間 又好像很受落 對於這個概念 嗯 說什麼電影公司 說電影公司真的很有誠意 你以為做這個特技 你以為便宜 他也肯做 什麼什麼什麼 我也覺得 隨便吧 有人 購買這一套 這樣 OK啦 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正正是 現在這個時候 他為什麼會這樣推銷 這套電影 主要是推銷 梅艷芳 這三個字 或者這個人物 他這樣做招來 是跟現在香港人的心態 他想到香港人的心態 所以才這樣去宣傳 因為 你可能不跟其他外國的電影 可能美國 一拍二、三十年代的 美國紐約街頭的話 他不需要特別去宣傳 因為 你美國人那個 可能 環境的轉變 不像香港人的 香港人現在一百八十度轉變 現在 其實他們知道 銷售情懷 一定可以 還要銷售情懷 對 因為現在 經常不斷在說 很多人懷念八、九十年代的香港 現在 梅艷芳這套電影的背景 就是可能八十年代的香港 香港人最嚮往的香港 除了梅艷芳之外 他就把那些什麼 尼姆台、尼敦島、漁華百貨 這些 大家以前 很熟悉的畫面 就放進去 我覺得這個是 他純粹是故意去做的 是 你說他是不是 是否有錯 這一幕 你說他是不是 這樣錯呢 我又不可以說 他用這個方法去 標榜他要做這件事是錯的 但是 不是 我不是說對與錯的問題 絕對不是 沒什麼所謂的 因為我覺得這些 但是我奇怪在就是 究竟 你拍這套電影 你拍這套電影 你想推銷什麼給我 我介意的是 我覺得是順典的 是不是 順典的 多點東西 你說梅艷芳的一生 也好 或者是 可能 給香港人 看 或者很多年輕人 你未經歷過那個年代 就讓他們看看 以前的香港是怎樣 或者讓我們這些老餅 真的入場 除了懷面梅艷芳之後 還可以懷面以前我們成長的香港 對我來說是OK的 就算可能你和Billy都覺得看了之後 可能有一點 或者是 焦點有點錯誤 但是 我看了《Treyner》 都想入場看的 我覺得我看了不應該 我不會看了覺得 因為我不會入場看 我不會看這套電影 你為何會入場看這套電影 因為 其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 有人拍梅艷芳 或者有人拍張國榮 我也覺得 有點奇怪 為什麼呢 這個 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當初我知道 有人會拍這套電影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奇怪 要不要這麼急 可能是 可能你說 拍羅文 我也覺得 有點奇怪 反而你可能拍任劍輝 我覺得會好一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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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這一代人對於梅艷芳 我只是說 我說我們而已 其實你找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你問他誰是梅艷芳 他真的未必有興趣的 老實說 可能他們只知道是跟何韻詩有關係 他是何韻詩的師傅 可能是 還有 因為你 那件事 我為什麼說 等等 這套東西 有沒有何韻詩 沒有何韻詩 有個人適演何韻詩 有何韻詩 有一個人適演何韻詩 有何韻詩的角色就可以了 我怕連何韻詩也沒有了 不敢去拍 有何韻詩這個角色 是誰呢 我忘記了 不知道 忘記了 就算了 那 因為 在我們 我又是說我們這一代人做例子 由我董事開始 我已經知道有一個人叫梅艷芳 嗯 我就已經經常在電視也好 收音機也好 電影也好 我就經常看到梅艷芳的 嗯 由我董事開始 即是四十年了 梅艷芳存在我心目中 就算去到今時今日 你打開Netflix 或者其他的傳統平台 你仍然看到他的電影 我最近才看完燕事後 所以 梅艷芳在我心目中 其實也沒有消失過 跟吳曼達當然那個情況是很相似的 你覺得吳曼達走了 很可惜的 但是又好像 他走了 但又好像沒有走過 其實梅艷芳和張國榮 都是 羅文反而 羅文反而軟一點 羅文反而軟一點 因為事實上是 你在電視看到羅文的機會 在我印象 是比張國榮和梅艷芳少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涉獵這個電影界 是的 我經常都覺得 就好像每年 每年4月1日 我們都會記得 張國榮 張國榮 我都會覺得傷感 但是你又會覺得 張國榮是否真的 離你很遠 不是 還是很近 我覺得 至於我們這個年紀 是的 到之後 我看到他的宣傳 就是我剛才說的一場戲 他跟張國榮 就是劉進謙飾演的張國榮 他在海旁那裡聊天 我就很奇怪 就是因為 張國榮和梅艷芳 對我來說 依然是這麼近的時候 你告訴我 你拍他們兩個在海邊聊天 我相信 他們的對白 都是假的 都是你作出來的 我不知道 真的 我不知道 如果他們當日 他們曾經有一天在海邊聊天 不會有人幫他們筆錄的 肯定 除非你還有一個在生的 就可能 是的 你還可以引述 他們當日聊過什麼 例如吃飯 那天張國榮生日 梅艷芳跟他說的什麼 可能你還會有人說出來 但不是他們兩個在海邊聊天 我百分之九十 這段對白都是作的 就算他們中間說的東西 這麼感動到我 都是假的 都不是張國榮和梅艷芳感動到我 是這篇劇寫的東西感動到我 不關他們兩個人物的事 所以我就覺得 可以去購劇集 不可以去購電影你看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面對這一套電影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選擇不面對我不看 所以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如果你拍張國榮 我就未必會提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拍梅艷芳的話 有一件事你不能夠不拍的 在他人生裏面 這個 民主歌星獻宗華 是的 他穿著那件民主歌星獻宗華的T恤 這個樣子 這一生你怎麼會忘記的 老實說 電影橋段裡面有沒有 不知道 當然沒有 梅艷芳有唱過《血染的風采》 在那件事裏面 如果你要拍他的傳奇電影 他的心情來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的 對於梅艷芳的人生也很重要 這件事一定是 他說過他不會去中國登台 是 就是因為這件事 就是因為這件事 這部電影就會去中國上演 他不會去他媽的 很諷刺 是的 其實我是非人常知不舒服的 對於這件事 嗯 一個 說過我這一生人 都不會去 那裡表演的地方 他的傳奇電影可以在那裡上映 嗯 我覺得 我覺得是對梅艷芳那種貿易 日後《血染的風采》有紀錄片 可以在中國上映 其實我都希望《血染的風采》可以 快點去中國那裡演出的 哦 你有隱遇的 我沒有隱遇的 我想中國國內的同胞都聽到 《血染的風采》 何濟公說 拍戲有誠意是應該的 如果說了黃雀行動 才是有國際水準的紀錄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找人假裝你 就是人啊 我認同John最後的一點 就是因為梅艷芳 很重要的一個記錄 其中一個民主高僧憲宗華 他的電影也沒有提到 而且這套東西會在中國上映的 是有少許諷刺的 其他一些東西我覺得都可以相確的 譬如當時機問題 可能說 張國榮和梅艷芳 還來我們很近 但如果現在拍的時間好像不太對 我就覺得兩看 正等於早前幾年前 拍的那套 波希米亞廣賞曲 這個 Mercury Freddy的一套紀錄片 其實他也不是過身很久 其實他跟梅艷芳年代 不是差太遠 但是也有一套屬於他的紀錄片 其實我覺得很好看 我也覺得豪情 可能有些文化上有少許不同的 他跟香港人 我覺得那套 他的專注是他的 音樂的歷程 他組成Queen的情況 他如何在音樂上成長 但是梅艷芳這一套 就很專注在 在他 和旁邊的人 因為 Queen 其實你很少看到 哪一個是飾演 他的朋友 他的緋聞男友 他這個 他就很專注在 樂隊 他要專注在自己的那個人 他那個人 但是反而梅艷芳就很專注在 誰做張國榮 誰做梅基 他上演支持我們香港人的那個 不是 因為剛才說過 因為你這套電影 很明顯就是想什麼都有 是 什麼都有一些給你看 香港人就是想要這個 不是 我覺得不是香港人想要這個 是 監製 是以為香港人想要這個 什麼都有一些 何替公也有提到 89年就是定義梅艷芳是香港女兒的重大元素 嗯 香港女兒這一句說話也是他電影宣傳的其中一句 嗯 譚詠麟也是這樣定義的 譚詠麟死得遲 他早死多10年就拍了他 是啊 死了10年 香港 香港孩子的譚詠麟 香港之子 我希望快點有譚詠麟轉 是嗎 不是死了才可以拍的 你死了 有說服一點 有說服一點 是 拍他有多少個老婆那些都挺有人入聖的 不知道他有多少個老婆 至於我都看到有些人說他就覺得 我不想見王家區 什麼非經斬機碧哥哥會出現 是啊 有些人 祖酒是好事來的 是啊 如果王家區在非經斬機碧哥哥出現 多醜 是啊 是啊 還有我看到有些人就說 譬如說那個女主角 說王丹妮 又不像梅艷芳 我都覺得這些是多餘的 很難百分之一百次 找電腦做的最像 你想不想看 但是沒有需要的嘛 還有 有時是 尤其是這些戲呢 我都覺得 你找誰演都會死的 我覺得這套戲是適合在哪裏看呢 適合在哪裏看呢 你就是在一些 呃 他也有一個傳記 他又問會不會覺得近 當然不近啦 我也不認識 不要看 不要緊 我這個也後話了 後話了 外國人怎麼看呢 我不知道 其實呢 因為何仔講的那一套呢 其實呢 我是 第一時間去看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Kirk Obey 就是我很喜歡 但是我覺得 他的 那條片 因為我本身喜歡 所以我就很一般地 在他的角度去看 可能 梅艷芳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用什麼角度 去看梅艷芳 但是如果你拍出來 你沒有一個自己的角度去看梅艷芳 其實你又會覺得 會流於好表面 即是梅艷芳究竟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拍他 可能做過一些什麼 但又可能一些都不會 不會讓你留下印象 但是如果你找到一個角度 是 不適合粉絲的 其實你就只會 落得被人罵的下場 所以我現在作為 我現在這一刻 聽過大家那麼多評論 或者那麼多個分析之後 我覺得我要帶些什麼 去看 就很重要 是啊 是啊 千萬不要說我希望這套 是一套 經典 或者是完全呈現到 完全呈現到梅艷芳一生的電影 不要用這個角度 就是 我 我可能會用一個 我想 真是 把電影帶我回到以前的香港的角度 即是你就純粹是 梅艷芳是一個 一個引子 就將 是的 帶我回到以前 我吃醬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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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懷面一下 懷面一下 其實當作梅艷芳也好 懷面以前的香港也好 但是用這個角度去看 我想會舒服很多 其實我們說了那麼久 你們 都不喜歡梅艷芳 我可以的 我不是說 不是說當作偶像 因為我看過他一次演唱會 那麼難得地 我還沒提及 那麼難得地 即是紅館的 紅館 我老公帶我去看的 那時候那些演唱會一開就不知開 開成個月的嘛 你怎麼演唱的呢 對於我的成長來說 其實很深刻的 所以他也對於我的少年人生來說 也有些成分 嗯 嗯 這樣 所以他也不是說 很喜歡 每次都會買那些 不是這件事 嗯 我是喜歡梅艷芳的 你喜歡梅艷芳? 但我當然也稱不上為粉絲 但我喜歡梅艷芳是 我會覺得有他出現的地方 那件事應該都是好看的 嗯 即是有他份拍的電影 應該都好看的 嗯 即是你電視一看到他 你看到他 你就坐定看就沒死了 我認同阿John說 唱聽歌 我也是一般梅艷芳的歌 但其實我喜歡梅艷芳的演戲多一點 是啊 我覺得梅艷芳演戲是一個唱歌的 龍國雞年 是啊 哈哈哈哈 好看啊 都好看啊 龍國雞年 龍國雞年都好看啊 都好看啊 其實我喜歡看他的演戲多一點 你叫他做 其實他做喜劇都OK 但你叫他做一些文藝片 那些 英知透那些 英知透那些真的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尤其是 他跟張國雄一起 你覺得 整個畫面不用怎樣弄 你覺得那個畫面已經很漂亮啊 所以我就喜歡看他做戲多於唱歌 反而唱歌 我相信是很麻煩的 反而我喜歡看他的演戲多一點 不過我相信 審死冠 我真的高興看 審死冠 我覺得其實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這些年紀 其實 沒有誰說是 你可能不喜歡 但又不知道他做憎梅艷芳 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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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有人 你未必一定要很喜歡他 但我想沒有人會喜歡他 你不會討厭他 最多人喜歡他 但你不會討厭他 你不會討厭他 所以 你覺得他 你怎樣也是很討厭的 很少一件事 是 很少一件事 你也是很討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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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好了 梅艷芳 其實也看看有沒有機會 其實 算了 我沒想到 我應該抱什麼心情進去 我也是 暫時把它放在一邊 我先看了 等我看了 之後告訴你 好啊 好啊 武器如何 好啊 好啊